趁著傘扶老太太過馬路 但雨已經大到 連傘都快撐不住 雷聲閃電風雨交加 日本山形線和秋田線26號 受到梅雨封面影響 降下暴雨 引發土石流和淹水 目前至少四人下落不明 還有一輛警車前往救援途中 被大水沖走 車內一人失去生命跡象 一人失蹤 山形線游里本庄市 24小時雨量達238.5毫米 刷新日本氣象觀測史記錄 但其實日本東北 已經數十年沒出現過 這樣的大雨 當地居民都嚇壞了 淹水淹到汽車像是開在水上 一經過就漸起大水 空拍畫面可以看到 整片農田都泡在混濁的水中 當地住家被水淹沒 家中物品都泡湯 損失慘重 日本氣象廳持續對山形線 發布大雨特報 JR東日本也宣布 山形新幹線 山形至新莊路段 26號全面停駛 當局統計 已經有44棟建築 淹水正在努力修復當中 TVBS新聞綜合報導